土耳其慈禧志工定期 為敘利亞難民發放生活補助金 在穆斯林齋屆的這個月 一約進行 總共有將近6000戶的發放 那我們的志工呢 大家通通都是封著齋 來從早做到晚 那最主要呢 在這一個齋月裡面 可以得到更多的回赤 真主阿拉回赤他們 發放的場地借用滿南海學校 剛好碰上假日不用上課 不少老師主動投入志工行列 這感覺會給我們感受到 在需要和如何是需要的 這感覺會給我們快樂 和感覺非常好 我們感受到更多的需要 我們在這個月末日的慶祝 這就是這個月的福利 讓我們感受到 我們感受到更多的需要的助力 兩天十二場發放 志工的忙碌不在話下 但大家甘之如意 因為在與這些受助家庭的互動中 已經看見愛的反饋 對於物質的需求 他們擁有了一點點生活救助 再通過竹筒歲月 把他們所有的不多的資源 再分享出來跟更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是我今天學到最寶貴的一刻 我第一次在工作的時候 我沒有工作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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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家庭的未來 我希望在家庭的未來 幫助他們 善的力量在孩子身上 似乎已經開始透出光芒 在他們曾經受創的心靈 把佛也種下愛人和平的種子 大家新聞這是美之溝 余自成 穆罕默德 土耳其報導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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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